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過去這個星期 全球有大量民眾參與了一場網絡革命 決定要抵制朱克伯格的網絡霸權 紛紛離棄他核下的三個網絡平台 分別是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 有見及此朱克伯格已經聯番跪下 來到今天他更加決定要押後新的私隱條款實施的期限 把這個實施日期推遲到5月15日 當然這個措施其實只不過是權宜之計 他只不過是要把新的私隱條款押後執行 他從來沒有說過不執行這條不平等條約 所以其實有很多網民 根本上就不會買他的帳 一於就繼續離棄他 即時通訊軟件就可以轉投Signal和Telegram 這個社交平台就不用Facebook 也可以用Mivy 我們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Mivy的專頁已經有9000個億有關注了 如果大家還沒關注的話就可以 去試一下用Mivy免費申請的帳戶 我們就能夠在這個新平台上保持聯繫 說回這隻朱克伯格 在過去兩個星期 其實全球的用戶逃亡潮已經成形 已經有超過2000萬人 轉投到其他的即時通訊App 這群人 無論看到你朱克伯格跪在這裏 又欺負又欺負 或者是你怎樣來拔三尾 想跪在這裏叫人回頭 又或者你在印度那裏 怎樣來 在那些主流的媒體上 登頭版的廣告 玩流的客戶 也好 這群人 其實眼尾都不會熟你一眼 根本上 就不會再採你 不會再走回頭 中計 所以 你無論怎樣做都好 做多少事都好 又說要押後新私隱條款的執行日期 你朱克伯格都是很難扭轉這個局面 你那個科技霸權王國 只能朝著一個土崩瓦解的方向 來前進 只不過看看 為究竟這一波逃亡潮 走到多少人 好了 至於這個朱克伯格 他純粹說要 押後新私隱條款執行的日期 你根本上就是死性不改 到最後你也是不捨得 你也是要 收集更多的個人私隱 來用作商業用途 這些就是貪得無厭 這些就是人心無厭足 本來你已經獲取了我們很多用戶的個人私隱 有一句說話 就叫做零給人知 就莫給人見 過去這麽多年以來 全球有這麽多用戶 免費使用你的Facebook平台 其實大家暗淨都知道 你朱克伯格就肯定 拿了我們某一些個人資料 來用作商業用途 然後就拿來賣廣告 這樣來賺錢營運的平台 如果不是你真的開個平台 出來做善堂億人 這件事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現在就不是了 你是明拿嘛 你根本上就差點叫做搶 你彈一個窗口出來 就叫人同意你那個新的私隱條款 我拿你的東西 你同意你不同意就不要用了 喂 你這些就叫做明立的 對不對 你對於那些用戶的心理狀態來說 他怎能夠接受得到 你怎能夠忍受得到 你暗中拿就沒辦法 你明拿的 你很難要求別人答應你 是不是 過去十幾年你還沒賺夠嗎 就算說什麼沒有廢大流行 對於你來說根本沒有影響 你朱克伯格也繼續賺大錢 這樣也不夠 還要多借一筆 還要明拿 那就不行了 所以這一局根本上就是他自己拿來賤 不單是因為私隱的問題 而且他就是封禁了現任總統的發言權 這件事也是激發了很多人離開的 總之兩樣的因素加起來 你根本上是令人反感 這是倒火線的 還有過去十幾年以來 就已經很多恩恩怨怨你和用戶之間 你不讓人說話 是不是 你不讓人說話 別人就去新平台說話 這個是很順理成章 很合理 是不是 你也不讓人說話 我去一個有言論自由的地方說就夠了 這件事沒所謂的 我早就說你為什麼不讓人說話 別人要說你就任得他說 你不是 你不讓人說 你不讓人說就等同於趕人扯 得到別人要扯的時候 你又扯著別人的衣服 在這裡叫別人不要走 你現在才知道 人才是你的平台最重要的資產 遲吧 是不是 你那個科技王國霸權 你的股價肯定應聲下跌 一定是這樣的 流量少了 人數少了 內容少了 你還怎樣叫廣告商繼續在你的平台下廣告呢 你一定是賺少了 這些就是自己拿來的 如果他不是這樣自己自滅 基本上他的霸權可以多玩很多年 所以走了那些人也不要想著回頭 難得逃離了他的控制 你就去那些新平台那裏繼續活躍 我現在經常都在VV那裏發言 你在新平台上給他一個機會 讓他創造更多的內容 等到他越來越多人去的時候 大家慢慢擺脫了原來的平台 肯定就是這樣來發展 又或者平時跟老友 聊天的時候用WhatsApp群組 轉過去Signal 當然昨晚Signal就無厘的單位伺服 但是這些新的東西 給他一些機會 是不是可能多人用 弄到他倒閉了 當然有些改善空間 因為一下子湧那麼多人進去的時候 所以 慢慢大家多用的時候 就會擺脫了原本的WhatsApp 好了 接下來又再說一件事 印度政府他們的官方 就說想研究一些反制WhatsApp措施 為什麼呢 根據印度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有不滿WhatsApp新私隱政策的律師 就已經向德里高等法院提出訴訟 指控WhatsApp新的私隱條款 將會全面規探用戶的私人生活 侵犯用戶的基本私隱權利 這位律師還提到 說WhatsApp新的私隱條款 就會將印度的用戶的個人資料 跟另一個國家共享 儲存 甚至只會受到外國法律的管轄 可能會威脅印度的國家安全 這個國家安全很厲害 一定不可以抵觸 是不是 國安厲害 所以 印度政府正在搜集 有關於WhatsApp新私隱政策的相關細節 印度的資訊科技部門的高層 就在進行討論 研究 要不要進行反制措施 如果印度真的去禁制WhatsApp 你朱克伯格恐怕會失去 12億人口大國的市場 那你就是賠了夫人又截兵 是不是 你朱克伯格整天在刷鞋 你都是一心一意 想打入中國 14億的市場 好了 你現在未曾打入中國的市場 就有可能是被印度方面反制你了 那你就是拿來賤 是不是 你搞那麼多東西 幹什麼 搞來搞去就只有一個吉 還有就是 有些人就笑印度 說他都不夠膽搞你 說而已 人家不是說的 不要看少印度總理莫迪 做事的決心 他在美國搞靜網計劃之前 就已經率先這樣封禁了很多大陸的手機apps 他真的封的 TikTok就是這個抖音他又封了 很多大陸的QQ 被他封了200多個apps 大家應該有印象 在去年年終時候發生的事 當時蓬佩奧都還沒提出正網計劃這個四個字 莫迪就已經是先做了 所以你說他做事 你說有沒有決心 然後騰出了那個空間出來 那就是一定要填補的 就由印度那些初創的科技企業 都去填補了空缺 做一些山寨的抖音 山寨的QQ出來 你說現在WhatsApp 這些為這麼簡單的apps 印度的科技一定是做得到 他有台伺服器 總之就承載得到你那些信息量 就搞得定了 所以莫迪他就真的要搞這個印度製造 什麼都要扶植本地的企業 本地的初創科企 他是有這個心去做的 你見得到的 所以他說要走去BandWhatsApp 用什麼意義 不讓他在印度上架這個apps 他就已經是拜拜了 只是爭在究竟他會不會去到這麼盡 走到這一步 所以就不要說人家不夠膽做的 他也是絕對夠膽做的 膽生無 他從大陸叫那些科技企業去印度開廠都夠膽 他怎麼不夠膽 朱克伯格是何許人 所以印度絕對就夠膽做 是做得出的 只不過就爭在究竟他去不去到這麼盡 會不會有這個念頭去封鎖 如果印度真的作出一些反制措施的時候 那麼朱克伯格的損失就會很大 因為他那些所謂的平台 其實最重要的資產就是人 印度就沒什麼多就是人多 人家也有十幾億人口 如果一下子喪失了十幾億人口的市場的時候 你朱克伯格就真的吃農肉都沒有味 更何況就是印度就是全球最大的新興經濟市場 大家看到了在疫口一定會 經濟起飛的 如果你沒有了這個市場 那你的發展潛力一定是差了很多 你就只能夠在既有的市場那裡繼續爭辯 但是你在既有市場那裡有人在走 那你就沒有前景 你的霸權 好了 接著就再說一件事 就是波蘭政府譴責那些科技巨企 封鎖特朗普總統 波蘭總理就聲援特朗普 就說這些科技巨企是在搞言論審查 實情 波蘭方面 他們的感受一定就是最深的 因為他們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 就曾經經歷過一段共產時期 所以他們一定就是更加 大家只會真實得到言論自由的可貴之處 是半點都不能夠剝奪的 所以人家就有這麼深的體會 而且人家這次感恩 特朗普總統 就將 即是從德國的駐軍 轉移駐房到波蘭那裡 就是幫人協房 所以 波蘭總理說這番話出來 就是夠正直 其他的有些不出聲 有些在暗吞或者不說話的 你不說話的時候 遲早就不能說 所以波蘭總理好東西 我支持他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